你们快点 快点 赶快把这个东西搬走 干吗呢 还不跟你家伙 这在干吗呢 你还不知道呢 少爷要娶亲了 各样都派了活 好给少爷的大婚做准备 娶亲 娶谁啊 胡小姐呗 胡小姐谁啊 就是金阳城开古月药材行的胡家 他们家姥爷和我们家姥爷 是老交情了 两家一起做生意 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有了 原来是门当户队啊 不只是门当户队 胡小姐和我们家少爷 还很般配呢 是吗 长得漂亮吗 那可不只是漂亮 胡小姐见势不凡 聪明能干 姥爷夫人早就想让她嫁过来 好给少爷当贤内助 对了 胡小姐还写了一首的好字 那小时她写的 挑水打水 在城观水 一日不见如三月水 一日不见如三月水 什么意思啊 你别问我 我都不是字 我知道了 这意思就是 一个人必须要天天打水 若是一日不打水 就要罚她三个月没水喝 这就跟全不离手 取不离口 是一个意思啊 少爷 少爷 我是不是念错了 我错 完全正确 这四句话还挺有道理的 那你觉得这个字写得如何 书法我就不太懂了 没事 你尽管说 很一般啊 张牙舞爪的 让人看着头晕 少爷 听说你要取轻了 再过半年 恭喜少爷 但可惜的是 我见不到你入洞房了 怎么 再有三个月 我们这期学徒交结业了 大伙就要各奔东西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先生说 在学徒房中 你算是出雷拔萃的 我看你倒是可以留在 吴家东院 先当个伙计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 可以当上掌柜呢 我还想去找我爹呢 你爹 我是说 我要去找我哥 那你找到你哥之后呢 之后 就做些小生意 然后呢 然后 挣了钱 我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天高任我飞 牛皮任我吹 还是要走 也好 对了 你那张卖身器 沈家还没找到 不过既然沈月婶已经亲口说了 应该就没问题 到时候 你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 少爷 这事 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 没花钱 就花了点心思而已 谢谢少爷 对了 差点忘了这个事 我先来向你请教的 今天先生教了一句话 这个 丸物上肿 至高获珍 平日里吧 这些唧唧歪歪的话 都是小王负责帮我翻译 今天小王他娘病了 他回家了 我就看不懂了 行 丸物上肿 至高获珍 我先去 少爷 该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 少爷 很一般啊 张扬舞掌的 让人看着头晕 陈希 你把这幅字拿下来吧 胡小姐这幅 对 你以前不是夸胡小姐 书法好 还说要选一幅好的挂枪上 是这幅不够好吗 上里拿你就拿吧 少爷 少爷 老爷 让你赶紧去仁树堂 哦